來看到簡報的第50頁這邊 其實你有可以 比較多的互動是用遙控器的 用遙控器你可以做比較多 那我們在這邊就來做看看 我在這邊 這裡我記得 不用了就把程式先停掉 我把它換到遙控器在最下面 按一下 有沒有就有一個遙控器跑出來了 等一下你的手機上也會有嘛 好現在呢 這個就不是燈泡囉 我們來看一下把它丟掉 我希望在這裡 有沒有遙控器按哪一個按鍵 上面這個還是要留著喔 這兩個要留著嘛 對不對 我也有個LD燈要控制 好 那這裡的按鍵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等同這邊 這樣了解 看你要哪一個齁 這個也是可以按的喔 記得呀 紅紅的這個也可以按 所以 假設我按這個 我想要讓什麼 讓我的燈泡 讓我的燈泡在這裡 LVD燈 我要控制LVD燈 把它射關掉好了啦 還是按 射按 好 我射關掉好了啦 反正最後用這個關掉 但是你這樣關掉 有時候人家看不清楚 所以 有沒有發現我們遙控器 這裡有一顆 螢幕可以用 對不對 遙控器有螢幕 那它不能顯示文字嗎 可以呀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 你看 遙控器 因為我要控制在這裡 互動區的就找下面這裡 有沒有遙控器螢幕顯示什麼 把它丟出來 丟出來之後要顯示的內容 是一個文字 所以你就找左手邊基本功能 有沒有看到文字 點一下 這裡就有一個字串可以寫 好比如說這裡叫做關燈 OK